费城警讯 费城华人在美东报 费城市警察局中心六区侦探部正在寻求公众的帮助 已确定在以下视频片段中的嫌疑人 2022年8月20日下午3点58分 一名身份不明的黑人男子进入位于中国城10阶48号的QT越南三名指点 在柜台前他表明自己身上有枪 并向店铺索要钱财 该商铺雇员从收银台给了嫌疑人大约350美元后 嫌疑人向不明方向逃去 嫌疑人描述 黑人男子身材消瘦 戴着一顶深色棒球帽 而前面有New York字样 穿着蓝色Polo装和格子图案的短裤 如果你看到这个嫌疑人 请不要靠近 立即联系911 如果您有关于此案或此嫌疑人的任何信息 请联系市中心侦探部2156-863093 或2156-863094的SKILL警员